現在大家進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可以從成員這邊看到 有這麼多人進來的有沒有 好這些都是我們現在的成員 那一般來講其實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不管您是用社群帳號進來的 或是直接用email註冊的 因為其實有些人的名稱會像這樣 有沒有可能是英文的 所以通常啦如果您是以後您想要用這個的話 我通常建議一下就是 您可以來右上角這邊 修改個人的資訊 來這邊把它改成就是可能 老師如果說老師你要 比較好辨識或者甚至其實你們 社團也可以這樣用 也是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方式啦 那另外呢您發 登陸one note之後應該有發現他一開始有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你的個人首頁有沒有 沒有喔 沒關係 那 這個呢只是預設進來 您想要進到哪一個頁面而已 那預設一般正常應該是在所謂的個人 以個人為學習中心這樣子 那 只是我通常會喜歡放在發現這邊 因為 還可以看到別人的 就可以找 剛剛有沒有 適合的一個教材 適合教材 所以我通常來這邊 那 所以如果您沒有設定的話 就是到這邊 來做修改就好了 好 那 進到one note之後 我先稍微簡單做個說明 您可以 看到上面這邊 他有所謂的群組 知識跟所謂的筆記 發現主要是看別人的 好 一樣 那 這個呢 您可以在上面直接做筆記 平常我想 各位上課的話 一般大部分都還是 直筆的方式比較多 對不對 但是現在大部分多加一個 用手機拍照 對 懶得操了 對好 就好了 好 那 這次按照也是有方法 那麼 他的筆記呢 其實您可以在教材裡面直接做筆記 甚至在教材上面直接畫圖 也可以 所以他叫塗鴉 那麼 所有的內容其實都來自所謂的 知識 也就是說我們 所有學習的 資料呢 事實上都在這邊 那群組比較像班級的一個概念 比較像班級的概念 所以 這些資料呢 你可以選擇開放 或者不開放 不開放都可以 那 以我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我的這個知識的部分呢 我就會把 我上課的 相關的教材 我就通通都整理好 所以我自己建立的 不多 21個而已 那有些我有分享 你看到這種 鎖頭鎖住的 這個是 不分享的 但是 有一部分呢 我就把它分享出來 因為 覺得可能也適合別人用 比如說像我們 我們之前 去年上過的課 我就這邊就分享 就把它分享出來 所以 可以像這樣子 那群組呢 也是一樣 群組就像我剛剛講的 是班級的概念 所以像我現在就有 10個群組 同時在上課 沒有啦 應該沒那麼多啦 這個已經上完了 這兩個已經上完了 剩下8個而已 等於我8個班級 同時在上課 那 我們 從這邊呢 比如說像 這個好了 像這個 那我可以從這個裡面 去知道說 每個同學 學習的情形 有沒有看 像昨天 我們是期中考週 來的同學 寥寥無幾 呵呵呵呵 所以我就知道 你看 看的情形不佳 對不對 那 像這個呢 這個就應該好一點點 哪個同學有看 我就比較看得知道 那他有沒有做筆記 看這個教材看多久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 學生應該就不敢進來了吧 啊不是 這樣沒有意義 對不對 我們重點不在這邊 不在控制他看多久 而是我們要了解 要了解 那 那我們待會呢 也會有測驗體 給各位 測驗看看 嘿 那他上面有 很多的測驗體 事實上 這些東西 的目的是 這些我都有開放給同學看 好同學看 那同學呢 自己進來之後 他也可以知道說 哪一節課 你可以用課堂的 方式區分 也可以用什麼 用 不一樣的 看老師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同學也可以 那你自己完成了 這個 閱讀的 教材閱讀的情形 也都可以自己知道 也都可以自己知道 所以使用上蠻好 那 這裡呢 還有一個工具 這個大概是 我最喜歡 偶爾用一下 應該要問個問題嘛 對不對 同學最討厭這一種 因為這樣都不能睡覺 所以呢 各有優缺啦 但是 這種工具我會用一下 我會看情形 我不會常常都用 常常都用會責到反效果 但是 給老師 或同學 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 我們左右翻轉 就是要增加一些大家 互動的機會 老師要能夠多了解同學 同學也可以多了解一下 老師上課的情形 而且這些資料 其實這些資料的話 您可以看到 像 像 除了在這邊 放進來 放進來 右手邊有相關的連結 那麼 我剛給 各位看過的 他們雲端硬碟上的 這個檔案 像我們哪一節課上什麼那樣 有沒有都在上面 他隨時要 瀏覽就回去找一下就知道啦 當然其實我們學校有沒有數學平常 有 那 這個東西呢 呃 去錯了 這是我們學校的數學平台 那 其實我平常 上課 像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我除了 上傳到雲端硬碟外 我的YouTube還有 學校數學平台 我都有放 那哪一節課上什麼內容 我這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學要找也很容易 好也很容易 他就可以直接找 那 因為其實我的資料是比較多的 所以其實 以往我在上課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情形 我們跟同學講 我們這個禮拜 今天要上哪些教材 那在哪裡 用講的 都是左邊進去右邊就跑出來 寫到白板 一眼看到一眼沒看到 還是會問你說在哪裡 所以呢 那其實 以我自己來講我搭配 OneNote這樣做教學 我最重要事實上是把它focus 讓同學 每次上課可以怎樣 focus在我要看的 那個教材 你看我的任務 所以我的任務我是用 用周次來做區隔 當然其實你要不要用周次隨便你 因為我們 今天 像各位 因為我們只會見一次面 所以我用周次 那每次都是第一周 擁有的第一周 可能就不見得適合我們上課方法 那所以呢我就會把它改變一下 改成類別式的 改成類別式的 那您就可以做什麼 自我學習 對不對 自我學習要看就比較容易 那因為 我們如果是屬於 比較常態性的上課 我用周次的同學要找就比較好找 就比較好找 而且其實 我平常 要聽同學 來上課 因為怎麼樣 以前我剛開始就是 這樣子 就寫字 所以我們今天呢要上什麼內容 就要上什麼內容 請同學有空上來看看 這種話 有講跟沒有講是一樣的 所以呢我現在都會搭配圖片 讓他看到 我們要做的範例是什麼 要做的內容是什麼 有沒有 我都會把它放進來 我想這個是影片 這個 讓他知道說我們要看的東西是什麼 要做的是什麼樣的 概念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有一點吸引力 可以提高一點點 課前預期的比例 那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會像這樣的去做 所以其實 他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所謂的 像學校數學平台一樣 數學平台一樣 可是呢 他比較多的就增加這些 所謂的互動 好互動 這個任務這邊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麼 開始看之前 先來聽一下這個 好不好 因為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 這個是一個廣播 教育廣播電台的 slogan 請看看 哈囉 哈囉 你 麻吉 我 麻吉 他 麻吉 同學們 麻吉 歡迎所有的麻吉朋友 加入麻吉同學會 有什麼不會 麻吉同學會 邀你一同來學會 這樣可以嗎 以後上課如果都有這種氣氛的話 老師應該會很高興吧 對不對 我會我會 不是 我不會我會不要叫我 大部分現在大家很怕被叫到吧 對不對 所以才不得已有 那當那種工具啊 那這個節目是中午 剛剛 來的時候也有聽 中午12點20分了啦 那所以 希望 各位 透過我們今天介紹之後 你可以覺得說 學習 可以是有樂趣的 這樣會比較好玩 那 您 直接到我呢 直接進到任務這邊 用錄裡面呢 您要看哪一個內容的時候 你只要點到他 這裡 點到 那這邊呢 點前面這個 就可以直接進去看了 好吧 先看第一個 那個 翻轉學習概念好了啦 先看看這個 好不好 裡面 我也放了不少 你可以自己先挑 你想要看哪一個 待會呢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OneNote裡面 有哪些 不錯的一些 工具 或者 使用的一個方式 來跟各位做介紹 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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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